大家好 现在我们坚持认为细胞子一定滚蛋 李克强一定上位的人现在越来越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因为全世界的中国人都希望细胞子滚蛋 我们是站在敏意的这一边 然后加上有脑敦老师的一些活色生香的爆料 对吧 然后就搞得跟真的是的 然后现在大家都就是这些个所谓的支持细胞子滚蛋 你看像上位的这些人里面谁才是真正的具有可信度 也就是说谁才是真正的得到了中南海高层的内部爆料人的 这个货真价实的一手消息 这个人到底是谁 然后有人就开始分析 本人也在他们的口水的范围之内 有人这么说他现在看来 最佳人选只能处在现在仍然坚持倒席立场的人里面 现在的倒席有四大天王 第一个是江森哲老师 坚定 但是专意不够 不生动 太正经 第二是苏小鹅 苏阿姨 是不是 姐姐奶奶 非常的生动 但是不够阳刚 我他妈很阳刚的 你没跟我玩过 你怎么知道我不阳刚 过分 文睿同学 不错 但是 太年轻 太太 simple 太年轻 就是太年轻 然后只有老登同学 老登老师 不是同学 老登老师 天选之灯 我这个区域 only the one 跟这个大佬你还有那么一点点相似 就跟李克强有点相似 说你叫李克登 李克登 人家叫李克强 他叫李克登 有意思 不火那是天理难容啊 哎 完了以后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系统性的分析啊 跟大家分享分享 大概期的内容啊 就是这样子的啊 当红媒体的脑灯的信息 的确来自中南海高层的统一部署 有趣的是 脑灯自己 并不否认啊 而且还说是 过往听之 过往言之 不过 与事实 导致出不大 好跟大家分享这个网上的网友的爆料的文章 挺有意思的 我们看人道不像事大 做自媒体千万不要正经啊 昨天有一个哥们也是从中国出来的一个知识分子 那就典型的治国平天下 虽然地位比我还糟糕 也没有有钱 也没有涨 但是那整天思考中国想何出去 现在在泰国好像是 中良同学 刘中良老师 昨天给我写信 说我做优管 我做不起来 小何老师告诉我一下 我怎么办呢 我说没办法 优管就是一个大卖场 就是个三宿世界 你得足够庸俗的 你如果装知识分子 那你没戏 你就装吧 我没意见 这就是我的秘籍 跟大家分享一下 凡是想做优管的 千万千万不要装 你装什么呢 你都能夺的要做优管 养活自己的程度 是不是 要么你去社会院 当一个研究员 是不是 要么你去给细胞子 去当太监 是不是 要么在北京大学 当一个教授 人家不要你 是不是 你只好仓狂逃离中国 这时候你做优管 你还装逼 那你真是作死 好了不扯远了 我们分享这篇文章 这是干货 受上级指示跟风 吹捧灯烈 这些话挺有意思的 说他 他报这个鸟也是受上级的指示 会写文章 这种人你写这种文章 你为什么不在 不开优管呢 保证你赚钱一个 一万美金分分钟的事情 赶紧来做啊 我从来不 担心别人做优管 人人做优管 我很高兴的 那说明人人都在看呗 那我的点击率会上升 你怕什么 优管可以容下 一亿个塑料盒 容下两亿个老灯 容下三亿个 江峰老师 没问题的 这次 通过自媒体爆料的计划是整场战略谋划的一出起一招 据此推测战略团队中有一部分相当年轻的智囊 对当代的流行趋势和生活习惯可以说是了入执掌 换包阵营打死想不出来即使想了也不知道怎么玩啊 换包阵营是换了细胞子的阵营这个意思 封建奴隶主不会主动接近现代文明 这句话一写我故意是个老头子 不可能是个年轻人 什么封建奴隶主 这种共产党教你的词 说爆料人选择 登爷 那真是花了一番心思筛选 按照大概率的推测 他们最初考虑的应该是拥有头部订阅量的那些个人 比如方舟子 方舟子是头部吗 方舟子没几个人看 比如苏阿姨 比如破空兄 比如文贵这些至少有10万以上的甚至王志安都有可能在内 而刚开始优管并没有啥人看的 灯影也显然影响力小得多 颜值成你呀 这种爆料的特殊性决定的媒体人必须具备两个自身的条件 第一不怕死 第二不要钱 这两个东西我都不行 我又怕死 我又要钱 不怕死不用说都懂 不要钱才能把信息相对干净的传播出去 一旦讨价还价 信息必然打折扣 比如你给我20万吧 不然我不爆料 好我向商机申请一下 领导说那傻逼说要80万 你去跟他商量一下 给他60万行不行申请下来了 领导那边给困难 申请下来10个 那我这次少说吧 你少报点吧 挺好 会开完年任成功 这两个条件一杀 按照会筛掉百分之百的相关的自媒 按说会筛掉百分之百的相关的自媒体 其中99.995的人都怕死 只有0.01的狮子打开口 是不是 于是登页就奇迹般的出现了 刚开油管 主题就是爆料 内容对口 这你还真别说 像我做油管 我经常 说非常安静的话题 去读圣经 去跟大家分享思想史的阅读体验 搞一些个非常严肃的价值观的这个扯吧扯吧 是不是我不是每个节目都搞这个东西 但是唯有我们的登页啊 除了爆料 啥也不敢 所以你感觉他真的是带任务来的啊 这个有一句说一句啊 思路极其清晰啊 说这个登页啊 对现代文明的认知那是顶级力 虽然摆出一幅 什么逼大 的架势 其实跃动量相当的巨大 记性好 口才加 能够轻松的打动观众表面看上去轻轻松松 但没有大跃动量支持是绝对办不到的 更神奇的是 曾经中南海行走 近乎叱咤风云的人物在互联网几乎是隐身低 由此可见在互联网早期就对这个玩意儿有过相当深入的思考 更加神奇的思 登页居然没有任何可以被 钳制的条件 不会 不会被要挟 也不会接受要挟 啊 这些条件 都具备的华人 按说不应该存在呀 于是 呼 登页就是在最关键的时间和关键的地点 出现在最关键的位置 你要说年初就跟爆料团队磨好 磨化好了 我都信 经过很多事之后 让人感觉这个世界不像是完全随机的呀 更像是有剧本的戏 全球江河断流 女王驾崩 鹅爹作死 包我陪葬 怎么就一块一起凑呢 你我都是居中人 你眼我大 登页万岁 挺有意思的 这网上 我跟你说 现在是一出戏呀 真的是 是一出戏 那是 整个人类时候都是一出戏 大家都在 看戏 所以每一个人都想 这个 说一嘴 所以呢 优管下面的评论呢 是最热闹的 我的优管下面的评论不是最多的 有些人评论 咚咚咚就上千的评论 我现在想你都有功夫在那里评论 你为什么不开优管呢 开优管可以赚钱的 我在呼吁 所以我希望老登第一 不怕死我就不知道了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不怕死的人 我们 都知道啊 即便是上帝的儿子耶稣 他在死去之前 他祷告的时候 他都流汗如血啊 怕呀 怕死啊 是不是 死亡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考验 千万千万不要这个 说不怕死 不怕死 你如果念死不怕 那你肯定更不怕上帝 咱一定要记住啊 别听有些人那么胡说八道啊 然后老登不爱钱吗 也许吧 也许 真的 因为我不了解老登 老登是不是个有钱人啊 我看有些人就肯定是非常有钱 他能赚多少钱呢 我跟老登算了一下啊 他大概一个月是400多万的点击 按照目前的这个签字点击率的这个收益的话 他大概一个月呢 应该能赚到12000到15000美金 这个样子 就这么多钱 也许年底更多啊 也许年底更多 因为年底的这个广告收益 这个 更多 更高 也许年底能够赚到2万 就这么多 说实话他赚的钱没我多 所以也许他不在乎呗 人家有钱呗 也许人家在中国就是一个 亿万富翁 完了以后 几千万美金转到 加拿大过日子 他还在乎一个月1万多美金帮帮忙忙 小意思了毛毛雨了 那这个东西 我为什么说的是口水四溅呢 的确挺有意思啊 他能折承出 每一个人参与到这样一个游戏中的一个心态 和一个想法 所以呢 你如果仔细去分析这个东西的话 你真的能够感觉到你要做油管 尤其是你作为一个扯钱片的油管 你应该怎么去做 我是从来不掩饰我的这个所谓的做油管的经验的啊 没什么经验 就是要放得下架子好吧 你如果跟钱过不去 那你就 你就你就继续吧 那有些人我之前也劝过 不要装差 不要觉得自己很有学问 你要说有学问你肯定不是我呢 我都不装差你装什么呀 听不进去 穷哈哈的 没有必要啊 我觉得脑灯呢 也许他不在我们这些个品位之间呢 是不是 他比我们高级人家都说了 你不怕死 而不要钱 我做不到 所以呢 也是以遥远的由衷的啊 对这个老敦同学的报以这个敬意啊 希望你天天 遭遥传遥啊 希望你 你收 你报出的消息都是中南海的领导告诉你的 那你就牛逼了 所以我再说一遍 我的油管里面的所有的节目 我都是刀听头说啊 我都是听风救水 我都是满口跑风 我都是遭遥传遥啊 但是我讲故事的风格 和我的 偶尔灵感爆发 妙手偶得的一些个段子 一些个句子 那很有意思 所以我的油管呢 有一个特点就是好玩 好笑 可以很轻松 你说是吧 你如果 你如果想被我这个 呃 就是 被我 想反我 你去看我的文章 保证你看一段话 你就 你就 你就关掉了 你不可能把我的这个油管听完的啊 很多人在那里骂我 我心想你骂是骂我 你为什么还要听呢 是不是 是不是我的节目有趣啊 按照我的性格的我如果骂一个人 我肯定再也不看他 你又一遍骂我 你又一遍听我的节目 这也 这也太丰富了吧 谢谢